直升改革总体完成 期待未来人才辈出 防止孩子沉迷网游 现下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消费者该如何预防 装修公司中途跑路 更多精彩 现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 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 直升改革 节目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布 27个直升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 全部出台 已经总体完成了 直升改革任务 这是现行直升制度 实施30多年来 首次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 这一次直升改革 明确树立了以品德能力业绩为评价导向 更加注重业绩成果和实际的贡献 要立刻四为倾向 就为学历 为资历 为论文 为奖项 具体到每个直升系列 它侧重点呢 也有所不同 比如 高校教师的直升评审 将以诗德表现 作为首要条件 不再以发表论文 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 直接依据 那医护人员呢 要淡化对论文的要求 把医德医风和从业行为 作为评审的重点 在学历方面 也有不少的变化 你像会计经济系列的直升 学历给它放宽到了高中 翻译演员 计算机 软件等专业 就不再设置学历要求 另外 这一次直升改革 还增加了不少新型专业 比如 人工智能 动漫游戏 冰雪艺术 文房制作等 相关部门表示 这一次改革 基本形成了 全面合理评价科学的 职称制度 那下一步呢 将读出各地 抓好落实 充分发挥 人才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 争取多出人才 出好人才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 针对未成年人 沉迷网游的问题 国家新闻出版署 发布了一份游戏限时令 就要求啊 所有网络游戏企业 只能在周五周六和周日的 以及法定节假日 向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小时的服务 随后各家游戏公司 纷纷响应 取消游客体验模式 必须要实名认证 为防止孩子冒用家长身份信息 绕过监管 还增加了人脸验证的环节 尽可能堵住一切漏洞 随着电子产品的高度普及 孩子成迷网游 成了很多家庭的共同烦恼 有数据显示 2020年 我国未成年网名达到了1.83亿 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 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 防成迷系统从技术上 隔绝了孩子和游戏 而在技术之外 我们还应该从源头上去预防 有调查显示 成迷网络的未成年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 往往缺乏交流 人际关系比较差 休闲时间比较无聊 对自己接纳不够 无法获取学习的乐趣 你比如偏远地区的青少年 很少有机会去发掘兴趣爱好 就只能到虚拟游戏当中 去寻找精神的寄托 此外 家庭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种粗暴型的 忽视型的 放任型的家庭 孩子成迷网游的比例呢 就相对要高一些 而民主型的家庭 孩子成迷网络的比例就比较低 所以啊 如何通过精神上的引导和疏通 让孩子看到更好更大的世界 就至关重要 比如给孩子创造更多元的科技体验 以及社会实践 兴趣课程等等 要不说 防止孩子成迷网游 功夫在线上也在线下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学法减分 节目就北京市推出了 学法减分的政策 这个政策呢 有两种模式 一呢 是驾驶员通过交管部门的APP 学习相关的交通法规 考试合格呢 可以减分 另外 就是申请参加公益活动 宣传交通法规 活动结束后呢 公事两天 如果没有异议 就可以减分 减分当然有上限 就一年之内 最高可减六分 当然 申请学法律减分 那也有条件 如果驾驶员的累积的扣分 已经达到十二分 或者呢 最近三个计分的周期 存在肇事逃逸啊 酒后驾驶啊 这样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 也不能够申请 学法减分 为教育违章司机 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 司机呢 也不用再花心思 琢磨旁门左道 花钱销分 这不但有利于打击 买分卖分的违法行为 也可以通过继续再教育 让交通法规深入人心 学法减分 要不说 这也是为相关部门的服务 加分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半月谈 文章标题 老树开天窗 敬畏做菜板 最近图片上这棵树 引发关注 这树的树干啊 被人从中间掏空了一块 就像是开了一扇天窗 民警经过多方调查 找到了协议人 对方交代 他们家缺一块切菜的板子 于是呢 他就拿着电锯 从这树干中间 锯了一块木头 当菜板 他这 其实已经触犯法律了 这种树啊 叫子断 生长速度很缓慢 数量呢 非常稀少 因此 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植物 目前 嫌疑人 已经被依法 拘留 无独一偶 前不久 在吉林 也发生了一起 和子断有关的案件 被告 为了找一根木头 压住节赶夺 就在林子里啊 砍了一颗子断 他因此 也受到了 法律的处罚 有专家说 这些案例 提醒相关部门 要加强 对子断 等珍惜植物的监管 同时呢 要加大普法力度 特别 让人们的保护意识 也开了天窗 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初秋时节 江西太和茶园 工人们正在操作采茶机 采摘秋茶 省工省石省成本 南京一个废弃采石厂 经过长年雨水冲刷 形成了千奇百怪的沟壑 酷式亚丹地貌 从空中俯瞰 犹如大地的指纹 探为观止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影性的家暴问题和解 最近疯狂英语创始人李扬 被前期控诉 说他家暴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随后李扬回应 说是女儿存在旷课 早恋等问题 因而在教育的时候 发生了激烈的言语争执 并不存在家暴 尽管双方各置一词 但这么一件事 再度引发人们对家暴问题的讨论 文章就说了 在司法实践当中 家暴的认定比较难 尤其是一些冷暴力 语言暴力 认定起来更难 家暴它一般都发生在家里 很难被别人知晓 事后很多受害者 也没有及时报警 及时留证 做一些伤情鉴定的这样的意识 另外法律要求家暴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 关联性和合法性 比如你拍的照片 还要证明确实是由施暴者造成的 家暴的程度 包括次数等等 所以在遭遇家暴的时候 不仅要站出来还要学会收集证据 另外有律师提出了一个思路 说存在家庭暴力的人不是说离婚就结束了 他们可能还会在其他亲密关系当中施暴 所以应该对他们进行更多的后续关注 而对于子女遭受到的家庭暴力 实际生活当中很少有孩子会报警的 有律师就建议要加大培养孩子 作为独立主体的法律意识 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独立的 并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 要我说家庭不是法律的空白地带 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我们都必须零容忍 好 继续回来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新明周刊文章标题 装修一半公司跑路 消费者维权难难难 前面有上海的钱女士 碰到了糟星社 她收到装修公司的推荐广告 找其中一家公司装修 原本定的三个月工期 结果一拖就拖了大半年 再联系之前的工作人员 全部完消失 这个装修公司也是人去楼空 而钱女士都已经交付了 大部分的装修款 更郁闷的是 报警之后 他们新家还遭到恶意破坏 记者调查就发现 针对这家公司的投诉不少 她们的遭遇和钱女士基本一样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这家公司的老板跑路之后 又重新注册了一家新的装修公司 继续接活 钱女士的遭遇就暴露出 当下装修市场的乱象 必须要重视 现在有不少家装平台和APP 频繁给消费者推荐信息 钱女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找到装修公司 其实这些平台 它审核并不严格 为了吸引流量 还要收取会费 还有推荐费 这就给某些不规范的装修公司 可乘之机 另外 这些平台 它还会刷好评 给装修公司来贴金 可真是出事了 这平台立马删除信息 消费者维权难难难 那该如何避免家装的陷阱呢 有业内人士建议 选择至少经营五年以上的 有良好口碑的装修公司 或者呢 向装修行业协会来咨询 获得相关的建议 另外 不要一次性支付太多的装修费 做了多少活就付多少款 万一它跑路还能减少损失 为了规范家装行业 今年十月 上海将出台首部 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的 家装验收标准 家装 这属于名声行业 相关部门就应该提高 装修公司准路门槛 引路黑名单制度 必须为民众的权益来兜底 接着来说 前不久 游客周某在安徽黄山 好汉坡牙壁上 用石块刻下自己的名字 就导致牙壁受损 近年来 低素质旅游现象 频频发生 可谓是旅制旅饭 其实对于这些行为 早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比如 治安管理处罚法 它就规定 以刻划图屋或其他方式 故意损坏国家保护文物 名声鼓祭 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的拘留 罚款200到500 明明有法律规定 那为何 还是有人不断地触碰红线呢 这恐怕呀 还是因为违法成本不高 导致一些游客无所谓 所以 对于不文明旅游的现象 还是需要加大处罚的力度 起到震慑作用 另外 景区的管理方式 也可以更加的灵活一些 游客有流民的需求 可以考虑设置专门的流民墙 既能避免乱涂乱化 也满足游客 抒发情感的需要 提升旅游的体验 通过多方努力 让低素质旅游现象 销声匿迹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 中国美发美容协会宣布 撤销美牙专业委员会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美牙委员会 才刚刚成立一个月 之所以夭折 是因为遭到口腔医学会的 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 任何没有取得资质的人员 进行所谓的美牙操作 都属于非法行医 网友对此也是议论纷纷 给我剪头发的托尼老师 要捣鼓我的牙 这能靠谱吗 在一片反对声中 美牙专委会 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不过 记者调查发现 市场上很多美容院 甚至美甲店 依然有各种花烧的 美牙项目 什么六地纳米美牙 纳米冰瓷牙 还有三地树脂贴面等等 当记者询问 美牙师 你是否为专业医师 是否具有职业资格时 对方的回答 我们属于牙科美容 不伤害到原牙 不涉及到医疗 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比如说 纳米冰瓷牙 说可以让牙呀 又白又整齐 不想要 可以随时拆 拆完和原来的牙齿 是一模一样 可有顾客贴完之后 感觉很不舒服 牙缝也变得容易 藏污拉垢了 有口腔医生说呀 美牙操作 对医生的技巧 技术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操作不当 就会导致牙表面 被俯视变薄 很难进行修复 牙齿呢 也不可能恢复如粗 在网上有大量的 美牙培训广告 这些广告 将美牙师啊 包装为 临门槛高输入的 黄金职业 只要经过两天 简单培训 就可以上岗 如果是一周境界培训 那所有类型的牙 都可以操作 你看看 这样培训出来的美牙师 你敢把牙交给他们吗 有专家就提醒 口腔医疗 那是一项非常严谨 精细的医疗行为 一定要到专业的 医疗机构去做 在这呢 我们就想说 美牙行业 那也得要防止 病虫口入啊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茨 单词债 谢如今很多人 为了读书自己学英语啊 他会下载单词APP 设置一定的任务量 每天呢 打卡 而这个单词债呢 指的就是那些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经常忘了打卡 也就欠下了单词债 有的时候啊 他APP发信息来提醒 就像是催债的 这么一个词 就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你像有人欠的呢 是跑步债 瞎窄了运动APP 说好了每天要跑五公里 结果呢 一个月下来 欠了一百多公里 还有的人欠的呢 是阅读债 说定好了学习阅读计划 每天看五十页的书 可是没想到呢 一本四百来页的书 半个月都没有读完 咱们都说呀 页金于情 荒于稀 这些欠下来的债 最终还得自己买单 好 继续回来 前面就有广州正式实施 机动车净名喇叭的措施 严格查处乱名喇叭的违法行为 有数据显示 七十分贝以上的噪音 会使人精神紧张焦虑 你超过九十分贝 会严重影响到听力 诱发其他的疾病 那汽车喇叭的声音呢 大多在八十分贝以上 那货车的呢 就更高 城市道路本来就够吵的 如果任由司机乱按喇叭 那噪音污染 只会更严重 现在很多城市呢 都明确规定 禁止乱名喇叭 如果违反罚款扣分 但有一些司机啊 似乎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看见行人啊 车辆啊 挡在前面 就把那喇叭呢 摁得正天响 把周围的人吓一大跳 所以啊 乱名喇叭 违法 这件事呢 就应该广而告知 交警部门 要加大宣传力度 让司机都知道 喇叭不能乱按 这不仅仅是一种 文明驾驶的习惯 更是一种守法的行为 远离噪音污染 还城市安宁平和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